中原糧倉河南小麥進入成熟期 從南到北陸續開蓮 5月26日 在河南省西平縣 數十萬畝小麥金黃一片 沉甸甸的麥穗隨風輕舞 該縣二郎鄉村民李叔洪的家庭農場裡 數十臺農機展開收割會站 看著自家地裡忙碌的收割機 她喜笑嚴開 據了解 今年河南省小麥面積 繼續穩定在8500萬畝以上 占全省耕地面積的70% 夏糧生產總體呈現面積穩定 產量增加 結構優化 品質提升四個特點 第一個是面積穩定 我們連續多年面積穩定在8500萬畝以上 第二個是產量增加 從現在的收穫看 從群眾的反映看 我們今年糧食產量 夏糧的產量要高於去年 第三個 結構優化 現在我們的強筋 中筋 弱筋小麥搭配合理 這樣更好地滿足加工和消費的結構的需要 第四個是品質好 品質提升 今年的小麥普遍 品質普遍好於廣言 今春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生產管理難 農資供應難 指導服務難等問題 很難堅持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策略 穩農業保糧食 針對小麥調秀病早發重發赤霉病流行風險高的嚴峻形勢 該省提前下撥1.96億元防控資金 各市縣財政又配套投入資金2.66億元 大規模開展調秀病統一防治 赤霉病統一預防 河南以挑秀病 赤霉病為主要防控對象的冰重海放置 今天我說是抓得早 抓得死 抓得準 還抓得緊 這樣子的話就是把冰重海控制的快山蔓延 這個為今年夏令峰受益起到了重要的暴漲作用 河南是小麥生產第一大省 產量佔全國四分之一強 今年 河南省優質專用小麥發展到1350萬畝 較上年增加146萬畝 今年夏糧在十六連峰的基礎上 望再貨豐收 河南的糧食生產 特別是今年夏糧又是一個豐收年 前年地頭看到老百姓到處是豐收的喜悅 今年我們投入農機410萬台 其中聯合收割機18萬台 就近安排 這樣保證了收割機的功率效率的充分發揮 也保證了農民的收一塊 收一塊